快快快快快快快 放蝦放蝦倒下去一點 放蝦倒下去一點 倒下去了還慢慢的 Sally Club 又是我泰國小丸 看到這個格局又知道又是我們 《丸騎曲》的時間了 自從上一次我們吃完這個 《街頭米芝蓮蝦焗粉絲》之後 院太心裡面念念不忘這個蝦焗粉絲 所以用了幾個星期時間 終於神福製造這個街頭美食了 不要太多,我們馬上來解鎖這個蝦焗粉絲煲 馬上看看有什麼材料 第一步我們先備料 把蔥和芫荽切斷 然後我們把芫荽筋用刀背輕輕拍一下 由於時間的關係 蒜頭和薑 院太已經幫我拍扁了 但是由於時間的關係 它又說不及拍這些蔥頭 所以我們先拍這些蔥頭 如果有看我們的街頭粉絲蝦煲 就知道粉絲蝦煲的秘密是在於豬油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些豬腩肉代替 因為想吃起來 所以就有些肥肥的豬腩肉 預先都切了片 然後蝦 蝦頭剪掉 蝦腳都剪掉 然後剪掉這兩隻手 然後我們拿蝦腸出來 就這樣在後面剪開 然後把它剪掉 處理完蝦之後 我們就處理粉絲 粉絲又是時間關係 預先浸淋了 我們用了150g 紅色包裝的泰國粉絲 你不要用其他國家的粉絲 只要用泰國粉絲才有這個味道 因為我們買了大包裝 它就比較長一點 所以我們就要剪開它 粉絲我們要醃一醃它 150g的粉絲 我們用3湯匙的泰國蠔油 都是那句一定要用泰國蠔油 然後放1湯匙的醬油 1湯匙的美肌 然後我們放半湯匙的泰國香醋 泰國的醬油和泰國蠔油 九龍城應該只有買 很容易買到的 但是泰國香醋可能比較難買 如果你在香港的你 可以嘗試用陳醋代替 然後1.5茶匙的糖 少許鹽 大概3分1茶匙 然後放半湯匙的麻油 然後250ml的水 攪拌均勻 然後把粉絲浸進去就可以了 大家記住拌勻一點 讓每一條粉絲都加入醬汁 粉絲不用醃太久 我們就這樣浸一浸 等一下一次過倒進鍋裡 就方便快脆 然後我們把白胡椒粒 中碎它 我們有這麼多度 一堆仔 喜歡胡椒味濃一點就放多一點 不喜歡胡椒味的就放少一點 中碎這個狀態就差不多了 終於備料完成了 我們就開鍋煮 這樣呢 我們不用加油 因為我們有很多肥肥的豬腩肉 放下去煎到它出油 現在出油了 我們把材料放進去就翻炒了 其實正常人都可以 不用加蒜頭和蔥頭的水 是我個人喜歡吃 所以加多一點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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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到這些料頭 好像現在這樣金黃色就可以了 哎呀我忘了放這個啊 Oh sh** Oh sh** 忘了放這個白胡椒粒 馬上放回去 其實這些白胡椒粒 就要和料頭一起放下去 但剛才忘了放 現在放 炒多一會 然後我們把蝦放進去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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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放蝦 先到蝦先放蝦en 先到蝦先到蝦吧 快快快快快快 快點 Chop 快點先把蝦放進去 其實這個節目本醜叫挖 讓人一樣消完 把整體 anál中 材料砸到金黃色的時候 立刻放蝦 放蝦的時候 立刻倒粉絲,然後蓋蓋蓋,為快不破 中火 焗3-5分鐘,打開來看看 OK,現在3-5分鐘,打開蓋,看看它的味道 好香,很有那股味 我覺得蝦很香 快點攪拌粉絲,翻一下 OK,蝦軟了就可以了 把蔥倒進去 在外面吃,那些蔥就這樣放在面上 但我們覺得兜一下蔥會比較香 所以把蔥倒進去,兜一下就可以起鑊 好香啊,好香啊,好香啊 好,快點兜一下,快點起鑊吃 GO 終於煮完了,真的好像那股味 聞到都想吃了,真的 好香,很好吃啊,很香的豬油味 粉絲都吸收了蝦味,還有泰國醬油味 又很簡單,十多分鐘就煮好這個菜 所以真的必煮大家 如果在家想吃泰國菜,記得煮這個菜 有沒有八成相似? 簡直開了四個眼 真的七八成,當然沒有它那麼好吃 如果跟它一模一樣,就太浮誇了 不停止吃,停不了口 嗯,先吃蝦 蝦真的好吃啊 可能我煮得久了一點,但也不會太老 依然有大牙和很重的蝦味 大頭蝦那個應該是大頭蝦 嗯,比上次用的普通蝦更好吃 對,比上次我們用普通蝦試驗來做 比普通蝦更好吃 還有粉絲一起吃,真棒 好了,不要說那麼多了,我要繼續吃了 好餓啊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和訂閱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和訂閱 記得按下的鈴鐺鈴,下次再看 如果想我們煮泰國菜的話,記得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我們帶你吃完全泰國的小丸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 最後記得也是那句 丸都能煮,你都能煮 下集再見,拜拜 自從我們上次吃完這個 街頭米芝蓮蝦焗粉絲煲之後 然後呢,軟體裡面 軟體裡面 軟體裡面 怎麼了 我裡面有些什麼我都不知道 我就是怕這樣 一半拍一半切片 聽到聲音,以為你很厲害 誰知道你昨天就這樣敲一下 對,我在原地切 我沒有切過 我發現樣子不夠精靈 最後 接著把粉絲浸下去就可以了 終於搞定 好油膩啊 好油膩啊 哇,好香啊 是不是可以這樣吃 對啊 只是煎豬腩肉都很香 拿些泡菜來混 只是煎豬腩肉都已經聞到很香 哇,我先拿些泡菜來夾著吃 整天跟風的 人家說了些話 剛才沒有拍著羊 OK,那現在都出油膩 即是我也都出油膩 這個油膩 就是這樣已經很想吃了 起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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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小心 我以為下一步是起鑊 我以為下一步是起鑊 那你就是這樣也很想吃 那就起鑊 我現在在專心聽你指示我下一步怎麼做 用一個common sense 泰國菜不是我的common sense 但大家看到我外表像不像賀年送菜 什麼黃金笑哈哈 自己在笑 OK 哈哈 如果各位有興趣關注小苑在泰國的生活 記得記得CLSS啦 還有還有 可以繼續follow我們的IG和Facebook 下次再見,拜拜